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回来那些年有些火花 有才是过瘾的 没有人的 你特意吵你 特意请火花来托吗 不是特意去事实 因为你是我长辈 如果我搏勾你的嘴 然后你就还拖 你确实还拖 我就好像吵架 我不太喜欢 我们先讲回正题 正题呢 刚才说谈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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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刚才谈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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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都不知道 但现在没有了 现在没有了 台湾多 大陆有 好了 现在我们讲的是那个没人知道的赌场在哪里 就是在朗豪坊的旧址 是讲以前的 记住了 现在就叫朗豪坊 以前是波蘭街 即将那里叫康洛街 那里叫康洛街 你知道吗 上海街和波蘭街 中间又叫康洛街仔 康洛街 那里叫康洛街 那里叫康洛街 很短的 那里又有赌场 赌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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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找个很漂亮的盒子 百两匹 几乎是要赌金 撞那只 打得那只树 我们七十年代 在旺角那时 还在那里 阿斯基斯没理到这一番的时候 嘩 怎样的注码不小 在上面下来的一场 是很刺激的 几十万 只穿个赌场 那年代几十万 几十万 很厉害 那帮人索了 我看过很多次 你知道吗 阿杰尼的父亲 是歌手 家里有百多龙 要买个光瑤柱 喂他 让牙齿更硬 好了 又要在中秋節之前的水 才能喝 中秋節后 你给水喝 牙齿会软 很多秘诀的养殖 然后那些八日重 他三个月就死了 在我们中国最厉害 他叫蜀蜀宰相 你记得了 是吗 是吗 那时候所有这些蜥蜀 蜥蜀都要改名 你知道吗 是呀 有什么鸿头将军 有什么金刚鸡 我们年轻的时候 就玩那只什么呢 金屎猫 金屎猫 你明白吗 是赌钱的 用刺刀的刀 把刀割好 有个空气 把刀割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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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金屎猫放在里面 有钱赚的 那时候街上又可以卖 有钱赚的 所以一个年代一个年代不同 现在年轻人 你不去信我中心 还有很多那些 买那些卡 游戏和机器 那些 我们那时候就是这些 不赌钱有钱赚的理由 我们在学校 对面有一群骂沙仔 有钱仔 他跟我们买金屎猫 因为他不会去捉 又危险 那些金屎猫 又是红鞋二 现在没有那些东西 没有那些东西 那时候真的很好玩 好玩 好玩 那些养着他 死了就像死掉了老头 那些老狗 那些老狗 那些是我们那些 那些老狗 那些老狗 那些是我们这些人才玩过 那些年轻人 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 那些老狗 可以找到这些照片 去给大家看一下 打今小物名的 说回那些斗卒 好厉害 斗卒 可以有很多旁边学 其实这些大师那些 就是在那些斗鸡 斗鸡 在香港就没有 在其他地方有斗鸡 在泰国有斗鸡 在台湾也有斗鸡 试过 试出很小 但有很多不同的品种 厉害了 那时候要去找这些品种 有人找给你的 找给你 要给钱 那条街 那条小巷 那条小巷 其实多数是买一些 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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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收过那些 我们的片数很贵 那里也很厉害 一万几十万上楼 那时候有几十万 刺激 以西走多 那些鸟卒 鸟卒 鸟卒是一个很多人都不明白 你斗鸟 要鸟卒 鸟卒 要拿着一条 那条鸟 那条鸟 就是老鼠鸟 很多人不知道 就以为 找死老鼠拔鸟 撞板 不是的 它是绑住的 不是用死老鼠的 正式要抓生老鼠 剪掉鸟 要生老鼠拔出来 不是剪掉 你这么残忍 不是 它的传承是这样的 不是剪掉 就是老鼠拔 拔出来 那条鸟 它是带着那种气和力 绍弃在缸 绍弃在缸 那条鸟卒不谈 那条鸟也说难听 就是吹情 不是 述述有不好的 鸟钉不退 输了就不能喊 知道吗 真的是有不好的 会挂的 会挂的 是在哭 要哭 是可哭 所以它是很勇 所以这个鸟卒 这个鸟卒 其实广东话 了出這兩個字是因為打出而來的 了出的意思是甚麼 即是你挑撥離間 那個就叫做了出 這個形容有時候有了出 比如兩兄弟在吵架 那你又回答爹 你明白嗎 是啦 都是你壞啦 昨天明明是這樣 有搞過大哥 這些就叫做了出 了出他們兩個打 那你兩隻釋出要打的時候 你就要拿著那隻東西 即是老鼠鬚就在那裏撩他 你明白嗎 然後才埋牙的 這個就叫做了出 這個出出為甚麼涉及我們有一個 戲劇的宋朝假刺道那個奸臣 就是再世紅梅姬 很聞名啦 即是任白氣波 梁省波做假刺道 是啦 他就是玩竹的 他就是玩竹玩女人 最厲害的玩竹 他寫那本《竹竹經》不知道是不是他寫的 不知道 他是《竹竹經》 這個我真的不懂 有本《竹竹經》 我知道是假刺道再世紅梅姬 就是梁省波做 就是他 他玩竹我也不知道 最厲害最厲害 所以有沒有人拿竹竹的名字 改名叫假刺道 這個大奸臣就是玩竹 我們香港玩竹當年 我們在旺角 那條街拆了多久 很多年 很多年就蓋了朗豪方 好了 他入口那裡有一檔也是神奇 全香港最配鎖匙最高級的就是在康樂街口 我有印象 街記 但店名字我忘記了 六十年 就在街頭 街頭在康樂街 然後走下去全部都是那些賬獎的 這個高級師傅 他真的有職業道德 因為有些出來走狗偷車的時候 就找他幫忙 他不去 即是開過車門幾十多次 他不去 他完全不賺這些錢 但他的生意非常好 差不多整個九龍、新界那些人 一不見車線就找他 傻傻地撥了出來 街叔應該死了 他兒子… 旺角呢 現在我們經常叫那些年輕人叫MK女 MK仔 其實旺角這地方在九龍來說 你那個時代 你那個時代由尖旺就是最肥的 旺角就是由尖旺的其中一區 所以他有一個 尖沙水旺角 旺角卡門 旺角真的有很多故事 旺角卡門多 就像你那個年代 那時候大檔也多 有火燒老爺車 那間 接著在波蘭街 乃路神街口 單邊那一個八下 火燒老爺車的那些人全部都被抓了 坐完牢 出來了 發官 歐文叔的弟弟 那件事是很古怪的 死人呀 那些小兒子真是會斷骨 去工作的那個小兒子 Blockup 給予一棕草要去澳門 100元 Blockup 真是用來搞的 怎麼用一棕草要100元 做完事,穿草去澳門,法官弄一塊水 搞笑 這樣他也不爆你,這個也夠惹 你很搞笑的 是否拘捕了很多人 早兩個月他出來之後 早兩個月有些江湖兄弟籌了期 省了一筆錢 但他出來很久了,現在說法官 對,出來很久了 因為當時我經常在琴華和歐文宋 他們那些坐十多二十年就出來了 那件事,你知道香港沒有死刑嗎 好,最均衡的就是有一件事 就是在惠敏被人砍 又說陳惠敏 他找節叫惠敏上來跟你做一年 他在白喜潮州 因為他跟肥仔坤擋刀 這個應該是六十年代尾 六十年代尾,在白喜潮州 那個是跟他擋刀的 好,到後期他在波蘭街發展開那些 初初就突不辭 後來那天就改了那些客廳 不,我們有段時間說的 我們遲些就會跟博士說說 那個王國卡門 現在只是扭著這樣說而已 因為剛才說廣洛街 好,你剛才說廣洛街 你說廣洛街 不是我的意思 我們說香港這些黃色事業 我們再說 他現在說廣洛街 這裡再過一些文化戲院 是 文化戲院出了一個名人 文化戲院就在波蘭街 就在波蘭街 現在出了一個名人 一說就大家都知道 又叫上海仔 就是現在這個上海仔 就是現在上海仔的老爸 現在這個上海仔 老爸 他就不在文化戲院 都是戲院 何理活戲院 他老爸上海仔就在文化 他老爸上海仔就在文化 文化 即是上海仔的老爸 老爸又叫上海仔 所以他老爸上海仔 就叫他上海仔 那時候這個波蘭街 文化旁邊 你記得有一間珍寶酒樓 我去過 珍寶酒樓 大大公司的老闆姓楊開的酒樓 聚集很多文人 類似你們那樣 走去仁師作對吹衰 不是啦 我那時候是年輕人 胡亂說 你坐下飲食物不用錢 你作兩手師 那時候有一班 你記得那時候出了一份雜誌 又是大大公司出的 就叫做大成雜誌 大成雜誌 很多人看的 然後入了那些文章 全部就是這些 任師作對 你沒有寫的 我沒有 我是年輕人 大哥 我那時候是年輕人 那時候還有一間東寶戲院 在那裡跳艷舞也試過 又是那座 又是大大座 不是那裡 但那叫東樂戲院 東樂戲院 有人來表演 又做大戲 那個就是十夫兩做業主 我為何知道 你現在說 姓楊 這開大大大 大元百貨 這個姓楊 他的兒子Jimmy 跟我們很熟 他是陳寶珠的老公 跟你也很熟 如果不是跟你熟 也不會那麼短命 你真是很獨 你真是很熟 你怎麼跟你們有熟 他有什麼事 跟我們熟 就是玩的 年輕人 斷命 斷命 好東西不用學 學得不好的 你這樣說 好像我教壞他 我跟他 很斯文 不用你教壞他自己學壞事 那你不要說我才行 你有份 那你怎麼知道 以為我當時教他做很多壞事 不用你教壞事會模仿 他讀完書回來 那件事就沒有人知道 這個 他那個大大 說事實 說大大你就知道楊老闆 你知道他為什麼 會賣不肯倒美 我不知道 現在阿西連你是主角 你現在說阿西連的秘密 我可以告訴你 你查無實據 你不夠你說 不是有實據 人有有因果 聰明也是 我們說打天夠聰明 楊老闆做生意聰明是怎樣 他學名鞋譜也是他的 好了 他給一些東西加工判頭 做 他發出去被人做 以前他自己不做廠 有一間小廠 被人做 蓋了貨 來收錢 規矩 行家一個月數 OK 到一個月 不願意付錢 能夠債人來養妻活魚 又要找材料錢 又要出火的薪工 他有這樣的 然後 他有個伙計出來 不要緊 我跟老闆說 寫一張期票給你 三個月 再拖三個月 四個月 給你三個月 交給你 他說不行 我救命 三個月後拿錢 不要緊 隔壁的財務公司 你這張票可以兌換 兩分息 那就加上去兌換 財務公司 楊老闆開 不算成這樣 你這張票 你這張票 人家的財務 這樣就這樣 你再說 你再說那間珍寶樓 很多人 做生意都是這樣 你再很奇怪一個畫面 你說大城雜誌 那些人聚宅在珍寶樓 吹水 淫屍作對 有一堆 一堆古惑仔大哥 高飛 游仔 沙榮 日人也在 他在這裡 沒所謂 還有一堆宅警察 有一張大桌子坐在這裡 吹你了 那你這個時代是這樣的 吹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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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珍寶打枕 你的時代是這樣的 大哥 那你 我們說在旺角 其實旺角有很多事 好因多古 我們希望 最好有些在生的人 不能說他 大哥 我不怕說 你不怕說 我怕就吹你了 你說話 因為我無緣無緣無故睡在街上 一會兒又說 我教壞 甚麼甚麼 那些人聽到 不是你教壞 是學壞 跟著你們 跟著我們才不會學壞 我是唯一一個 讀到書的 當時的人 我現在告訴你 好 休息一會兒